永丰化工遭勒令停产 冲击各大医疗院所 再加上最近解放军环台军演 基层的钥匙就说了 万一发生最糟糕的状况 中国一旦全面封锁原料药进口 台湾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恐怕会重演疫情期间的原料药短缺种境 而国内应用缺药危机 目前只有设置药品供应通报处理中心 但是预防的效果有限 受到批评说根本轮为公告栏 全台县缺药危机 不止多家大型医院反应 生理食盐水葡萄糖等输液出现缺货 居然治疗白内脏的饮药水 一般饮药水以及降血糖药 都已经短缺超过两个月 提神药师更担忧 最近又有解放军环台军演 万一擦枪走火 中国只要全面封锁 云尿药出口 目前的台湾根本无力招架 打战的话就确实会影响很大 未来其实在前线受伤的官兵 根本无法后送 没有食盐水你就没有办法开刀 你就没有办法打抗生素 由于五国有超过五成的原料药 都是从中国进口 一旦两岸爆发冲突 全运空运都会直接被断 包含慢性病药物抗生素 还有抗凝血等原料药 都会供应短缺 让药师几乎五国不能只采购 高价武器更要重视缺药问题 但目前却只有设置 药品供应通报处理中心 只能示警如同大型的公告栏 只是告知大家说 这个药缺了 可是并没有解决 譬如说你紧急进口 或者是说原料买不到 有政府出面 然后去买原料给厂商制造 等等这些措施都没有 诊所大概在一两个礼拜以后 可能完全叫不到食盐水 基层呼吁政府 现在就应该积极 向日韩调货 给予快速通关 补足库存 除了解燃煤之急 更要为各种不确定因素 预作长期准备 记者 魏婷和盛璇 Tiple of Do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